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我是Brandy 今天我們會帶大家去看看我們新租的地方 我自己覺得新租的地方很棒 因為它有齊了我們想要的東西 之後也很方便 我們的位置是超級方便 所以今天就開箱新屋給大家看看 在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我們以後出片你就不會錯過了 好 Let's go 立刻開箱我們的新屋 Bye 我們就是這個新屋的主人 雖然不是買 但也算是這樣的 一進來就會看到這個拖拉的櫃 其實也很大的 也夠兩個尾尾三個尾尾都在裡面 然後呢 前面這裡呢 就有個空的位置 就可能放些櫃 不知道怎樣放的 那這裡就是我們的徐爾門 就是加拿大很流行 通常屋都會有乾衣機和洗衣機 感覺上是小舊式的 舊時的洗衣機那樣的款式 OK 不要緊 好了 這就是我們洗衣服的位置 不知道這裡就是我們的廳 先看看廳先 廳呢 這裡就是一個雪櫃 可能放不到這麼多豆漿 可能還沒買豆漿 不知道有沒有大桶 下面這裡有冰箱 那上面這個就是一個空櫃 它不夠高 這裡就有四個白櫃 這個就是...不是櫃 這是一個來的 對啦 裡面有個... 機這樣的 這裡有個抽油煙機 等一下 拍死 對啦 它也有燈 可以就這樣按鍵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明火爐 這個是電磁爐 不好意思 什麼意思啊 這裡就有升本啦 錢來的 錢來的 好 這個櫃呢 就是... 吉的櫃啦 可以裝東西的 這裡有四個白色的白櫃 對啦 那這裡就有一個微波爐 全新的 因為這裡都是新裝修 好像有風格一樣 對 下面還有的 下面還有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一個櫃來的 真的很多櫃可以放東西 這裡也是一個櫃 這裡真的不知道 這裡也是一個櫃 WTF 這個就...應該不是櫃來的 這個是可以放一些偏偏的東西 下面這個應該也是一個櫃來的 對啦 這個就是這個... 加拿大每一間都有的 就是... 強聲 對啦 焗爐啦 那它真的新到連說明書都放在裡面 他應該不想我們問他怎麼用 都...都像是 洗碗機啦 這個就是... 我就沒有什麼怎麼用的 但是可以試一下 對啦 那這裡就是我們的廳啦 那就可能會放一張梳化啦 對啦 它會有人試給你看 這個就是梳化啦 那桌子在哪裡啊 那桌子就在這裡 那我們要買一張地毯就會... 可能就會坐在這裡吃東西 之後就買一個招牌 招牌在這裡 那就會有一個影像給我們看電影 那接著就是一個房子 應該... 應該... 夠放Cream Bag的 我想... 對啦 這裡就是一個拖拉的櫃啦 那這個拖拉的櫃呢 就可以放到很... 放到四個尾尾...五個尾尾這樣 就... 很方便的 看完廁所 那廁所呢就是... 其實普普通通啦 正正常常就已經很舊了 就在這裡 那這裡就有一個... 哇... 有一個櫃喔 那我們可以放在這裡的 是啊... 都幾好啊 那我們呢... 剛剛就在這裡量一下那些尺寸啦 怎知道呢... 這傢伙呢... 是啊... 他一拿上手就弄爛了我們那個... 紫尺咯 之後呢... 他就叫我用一個人去做這個量量量 好啦... 那我們呢...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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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啦 那其實我自己呢... 都幾喜歡這個... 這個... 的... 的... 因為這個庫道呢...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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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們是租了Studio的 大家看回第一段片呢... 的庫道 一間... 沒有房的... 的庫道啦 是一個超美的CN Tower景 四十幾樓這樣... 但是... 好不幸運... 我們... 他上一個租客呢... 是... 不肯走啦... 所以我們就... 沒有得如期進去住啦... 沒有了那個庫道 我們就要租一個新的庫道啦 可能他要上法庭... 打官司啦... 我就迫於無奈呢... 就要看回... 第二個庫道... 第三個庫道... 這樣... 新屋... 新庫道... 如果五分滿分的話... 我會給這間庫道是五分的... 因為他... 地理位置呀... 或者裡面住的東西... 都是非常之好啦... 都是非常之適合我們... 新來到加拿大去居住呀... 或者去... 上班... 都方便些... 將來會再拍一段片... 分享一下... 我們住單攤的感受的... 那你有什麼感受到這間庫道? 因為他是全新啦... 就是他是... 新到... 都... 沒什麼人住呀... 之後是... 就是... 門口都還沒真的建得很好啊... 這樣... 就是不會怕... 上一個租客呀... 就是... 怎樣弄髒呀... 那個地方... 這樣... 還有... 所有用具呀... 電磁爐呀... 就是... 都是很乾淨啦... 我會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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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分... 因為可以再... 就是... 如果再闊我多一點點... 就會舒服一點啦... 就是這樣啦... 哈哈... 如果呢... 就是... 有了... 健身房子的話呢... 我就會... 加分... 哈哈... 我問... 我問... 業主呢... 之後他是說... 呃... 要... 可能兩三個月之後... 才會... 就是... 起好這樣啦... 哈哈... 到時... 如果有的話... 再拍給大家看... 還有... 剛剛說了... 這個地位置很好啦... 那我們下去就是商場... 或者地鐵站呢... 所以我們去哪裡都超級方便啦... 還有我們沒有車住... 對啦... 所以我自己... 都想住一下單攤試一下... 那...好啦... 喜歡這段影片... 就記得... 訂閱我們的頻道啦... 還要按下方的小鈴鐺... 那我們出新片你就不會錯過啦... 日後會有更加多加拿大的影片的... 好啦... 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 可以靜悄一下... 你為 cerca的那個什麼... 嘻... 有點緊張啊... 那你發現一台有機器... 可以坐在一起啊... 他就贏了你啊... 你怎麼看這什麼都沒有寫眼ryn... 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而已... 你才是誇 BY... 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啊... 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呀... 我怎麼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